美国宣布将再增强对乌克兰的军援 并食言阻碍俄罗斯与伊朗发展关系 详情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在这一次的俄务战争当中 我看到之前就一直传出说 伊朗有支援俄罗斯无人机 好让他们这个后勤的补给可以是充足的 当然这个消息是被伊朗否认的 不过现在美国就相当的强硬 白冠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 他就提到说华府将会致力阻碍俄罗斯 和伊朗发展关系 那到底怎么阻碍呢 说再提供乌克兰2.75亿的美元的军援 要强化空防以及要击落无人机 而另一部分我们来看到 像是英国驻UN大使就提到说 伊朗已经攻击这个俄罗斯数百架的无人机了 而且让他们可以在乌俄的战事当中来使用 俄罗斯是尝试要取得更多的武器 那看起来双方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呢俄罗斯将会以军事 以及技术相关的支援 来交换数百个弹档的飞弹 这个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等级 当然面对西方国家这些指控 俄罗斯是没有承认的 他们不正有用伊朗的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 不过现在也确实乌克兰在当地 很多的机局设施是遭到破坏的 所以整个冬季可能会出现电力短缺的情形 当然一般的民众都非常的畏惧战争 乌俄战争在颁布动员令之后 双方就各自出现许多逃兵的现象 日本媒体就公布一张不遗服役的诊断证明价码 继续交给作恒 好 面对俄乌之间的战火持续的紧张 现在为了要让整个兵力是更加充足的 所以乌克兰他们有征招令 可是现在就传出说 有些有钱人 他们透过一些方式要来逃避征招 怎么办呢 上次日本共同社 他们只有一篇报导提到说 传出说乌克兰很多的人 他们要来逃避征招 就会找医生来开具不遗服役 这样子的证明 也就是要来逃兵 那么这个时间 其实只要花一周左右的作业时间 就可以拿到这张证明了 不过它是需要一些代价了 这个代价就是一张 要价15到30万台币左右 所以这真的只有有钱人 可能才能够负担得起 不过另一部分 现在西方国家说要制裁 而俄罗斯的总统普钦 他也有反制裁的动作 G7以及欧盟还有澳洲 他们同意说 对俄罗斯海运的原油 要设定这个价格上限 而这个价格上限将会是设定在 60元一桶 所以普钦就说 他可能会透过石油减产的方式 也就是拒绝出售 来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 美国CIA千方百计设下圈套 抓了一名恶名昭彰的俄罗斯军火商 他叫做布特 结果却把他无罪释放了 原来是要拿他来换取释放美国的女兰 布特被释放之后来交换俄罗斯 可以释放他们的女兰 球星布林娜 但是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就在说 这个交换 到底大家不认识的军火商布特 他又是什么何方神圣 有多重要呢 其实他在苏联时期 是担任俄罗斯军方的翻译 也就是说为情报局来工作 根据CNN就显示说 他在1990年2000年的年代 是出售了非洲大量的小型武器 甚至被指控说 提供给盖达组织相关的武器 当然他自己是否认的 而在2008年的时候 他遭到诱捕 2011年的时候 美国是判了他25年的徒刑 而他也被称作是死亡商人 那现在呢 为什么俄罗斯也很积极的 希望他能够被释放呢 就传出说 布特促进俄打地缘 在政治目标上 当然也是俄方的资产 而且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 传出说他跟他们关系 也非常的好 所以有他的重要性 那普清当然就想要讨好了 就自然就暴露出 普清的一个弱点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两名囚犯的罪名 以及刑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当然也引发一些批评 说这让步会不会太多了一些呢 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就提到说 这个换球不代表说 双方的关系隐身就此是改善了 布特的获释只是提醒说 祖国没有忘记你们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